大家好 现在我们大量时间都待在网上 但是互联网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可能你一上线就会有有心人士窥探和追踪你的隐私数据 那么怎么办呢? 这就要讲到我们本期节目的赞助商NordVPN NordVPN是一款强大的网络安全工具 你只要一键点击,NordVPN会加密你的隐私数据 而且会开启NordVPN的威胁防护功能 还可以拦截恶意广告、检测恶意软件 让您在网络世界里高枕无忧 另外,NordVPN还会严格执行服务器的零记录规则 不会记录您的任何网上活动和数据 所以您不用担心不法供应商会出售您的数据 那除了保护隐私 NordVPN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 比如说经常网购的朋友就会知道 同一件商品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价格 您只要开启NordVPN选用低价格区域的IP地址 就能进享最优惠的价格 想要创业网络的朋友 赶紧点击视频下方我们的专属链接吧 使用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看中国的手写字母KJG 就可以获得独家的NordVPN的价格优惠 和额外免费一个月的使用期 30天内您可以随时取消和申请退款 完全是零风险 大家好 我是美玲 欢迎您收看第一时间 与您分享近期一些重要的 使政热点消息和国内社会民生新闻 在节目开始之前 要请您动动您的小手指 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啊 最近国内有一部片子很火 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主导拍摄的 扫黑洗脑剧《狂飙》 但许多网友质疑 中共用洗脑影片转移民众对官方 自去年12月初无准备的放开管控后 疫情全面大爆发所导致的不满 让他们转头就忘记了疫情中遭受的苦难 不过2月10日有网友指出 狂飙涉嫌抄袭美国奈飞纪录片《无辜档案》 并晒出对比照 引发娱乐华人 从对比截图来看 狂飙片头与无辜档案片头十分雷同 狂飙涉嫌抄袭美国奈飞纪录片《无辜档案》 不少网友在微博贴文批评狂飙抄袭美剧 这基本算是一模一样吧 你这岂只是抄袭 这叫照搬好吧 改都懒得改 也有网友辩称 这不是抄袭 是致敬 立即遭到了其他网友反驳 致敬得很好 下次别致敬了 自己想不出来 也没有创意 只会抄 针对抄袭风波 狂飙官方尚未作出任何回应 另外 在剧中专门负责扫黑除恶的警员 是由大陆影帝张艺主演的 却被眼尖网友发现 该警员每一集的穿搭行头都价值不菲 正在知情的警员却穿着路易维登的衬衫 把保利的大衣 全身服饰要价 高达人民币9万6500元 狂飙播出以后话题不断 先前更传出饰演毒贩的演员韩普俊 他本人过去是真的吸过毒 导致剧组急忙删减相关片段 土耳其叙利亚百年强震发生以后 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万人丧生 但是在中国大陆微博 抖音等网络社交平台上 竟然出现毫无人性的嘲讽 还惊现极其荒谬的阴谋论 一位抖音用户中分小队长在土恤强震爆发后的第一时间 不但不关心土恤两国的灾米安危 反而没有任何理由根据地说 土耳其媒体怀疑地震是美军基地引爆的小型核弹 并以此拍自媒体视频大肆宣扬 如此荒唐言论连大陆国人都不齿 从推特转发的视频显示 这名小粉红矛头直指美国驻土耳其的一处军事基地 并直言正是因为里面有放置核弹 加上正好位置在镇央中心 才导致不寻常的地震发生 因为当时地震刚发生不久 正常人都是揪心如何救出更多的受灾者 因此此视频被网友们吐骂 吃人血馒头而被删除 但与该小粉红相似的阴谋论天文与影片 仍在中国大陆的网络社交平台上大肆宣传 其荒谬 无根据的内容 另一些理智的大陆网友都看不下去 忍不住跟着其他外国网友一起吐骂 这位用心不良的小粉红 海内湾网友们纷纷表示 按照他的逻辑 那汶川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 是什么引起的 中国式精神病患又出来撒泼发疯 求救这些拍短影片的 真的别再出来害人了 连我爷爷都快相信地震是美军害的了 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 目前中共执政面临的最大困境之一 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问题 2月13日下午 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的话题 一度冲上了热搜榜首 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年轻一代婚姻观念正在发生改变 全国适令人口出婚年龄不断推迟 同时育龄妇女生育意识持续走低 2021年打算生育子女的平均数为1.64个 而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 仅为1.54个和1.48个 女性终身无孩率也在快速上升 2015年为6.1% 到了2020年已接近10%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21年的调查显示 35岁以下女性不到70%的人认为 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呢 大陆网民纷纷表示 主要现在大家的经济压力比较大 对生活幸福期待值更高 社会压榨剥削更多了 生活更难了 人的幸福感低了 社会物欲太强了 大多数人能力有限 要享受就没能力养育小孩了 11日中共寄生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王培安建议 提高生育率的方法应发挥婚育文化的引领作用 提倡适龄婚育 优生忧郁 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 落实年休假制度 逐步调整缩短工作时间等 对于王培安的建议 网民纷纷表示 治标不治本 根本是要减少内卷 增加人民的幸福感 减少贫富差距 保证民生福利 养老无忧 但看看现在的状况 薪水不涨 物价飞涨 双休变九六 就这样国家还出台法律 延迟退休 医疗教育费用减着压得普通百姓喘不过气来 虽然看见的全是国家日益强大的宣传 但真正的民生问题这几年却是越来越多 为了促进人口增长 中共国家医保局近期发布了多种新测试 帮助不允夫妇生子 四川多地则出台管理办法 取消生育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 将未婚生育合法化 还有中共的经济专家建议 把结婚年龄降到18岁 以提高生育率 李佳华语作家盛雪说 中共现在这个做法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 中共没有人了 现在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甚至是令人震惊的一些措施来促进人口增长 促进生育 确实说明了中共在人口问题上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盛雪说 中共能以太化寄生政策以及它的残暴统治 再加上三年的极端防疫风控 造成人口奏减 因为中共百般的撒谎 隐瞒 人们很难知道真正的死亡数字 但从它既要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 也想办法尽快增加人口的这种急迫性 确实告诉我们 肯定是死了很多人 1月15日 法兰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揭示 三年多来 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 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 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 中国会死5亿人 李大师说 上次SARS出现的时候 中国死了2亿人 多年后 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 马上放开二胎制 三胎制 由于中国出生率下降 中国各地的私立幼儿园也面临经营困境 在缺乏国家资助 而且面临更严格的审查之下 这些企业处于中国人口危机的前线 业内人士认为 大量幼儿园将在3到5年内倒闭 南华早报指出 由于出生率下降 幼儿园入学人数也随之下滑 广西荣县幼儿园业者刘德伟表示 5年前刚开办幼儿园时 有140名儿童入学 到了2020年 入学人数已经下滑到约30人 他原本以为是新冠疫情的影响 然而 去年年底 中共当局取消了严厉的防疫限制后 情况也没有改善 就是没有孩子 刘德伟说 他已为这个企业投资了几百万人民币 但尚未达到收支平衡 面对财务危机 他考虑关闭幼儿园 即使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私立幼儿园也受到了影响 住在上海 也有一子一女的陆锡王对记者说 他注意到了幼儿园招生人数的变化 他说 从2015年到2018年 我儿子在那里就读时有7个班 到了2021年 他未没入学时 只有4个班 而且班级规模也缩小了 去年 教育研究机构益阳教育研究院发布一份报告指出 2023年以后 中国在院儿童的总量规模将进入一个剧烈收缩期 报告称 若以2021年幼儿园总数29.48万所 在院儿童4805.21万名来推算的话 未来10年期间 在院人数对应的元所总数量 将在2020年基础上缩减30%到50%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专家袁欣表示 尽管过去几年里 中共当局实施了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 但是 这一趋势 要扭转过来是相当困难的 最后是一则小花絮 北京三环路 一男子在车后放置了一块标语 上书 流氓下台 被警察拦截后 造成堵车 警察问 你这是说的谁呀 男子答道 说的川普是流氓 要让他下台 警察说 你别瞎扯了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乌独有偶一位T恤设计师 河北孙老师 在微信里展示一件由他自己设计的白色T恤 上面写满数字 从0到9都有 唯独缺了6和4 还有一双血色大眼睛 结果这名设计师随即被中国公安带去请喝茶 好的 今天第一时间要和您说再见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留言 并帮助转发这个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点赞 订阁 点赞 订阅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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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